政府發表聲明 澄清並沒有建議取消中區至金鐘斷電車 近日有顧問公司向承規會 建議取消部分電車服務 政府在聲明中澄清 這個並不是政府的建議 也不是政府委託的顧問建議 承規會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所有申請 政府說電車是橫跨整個港島北岸 沒有排放路邊廢棄 而且比較便宜的公共交通工具 而電車每天載客大約18萬人次 充分發揮它的輔助功能